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前男团183 Club成员 祝梵刚于13日深夜 在台北街头被警察领解 因在其身上搜出大麻油 祝梵刚被当场逮捕 并于14日以赌刑罪送办 14日下午 各个祝强国到台北地检署办理交报 目前他的状况如何 经纪人深夜回应 谢谢关心 目前先让他沉浸下来 据悉 这次已是祝梵刚第三次卷入大麻丑闻 住家父母表示非常安心